对于这些新经济股来说 是其中一个现在市场上 未说完全是price in 的一个利好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些价位 拿着美团就不用太担心 短期当然了 如果你真的不想拿着太久 你又打算拨短炒 一百七十几元就可以考虑去到吃虎去 好啊 我们看看这个李先生 他就想问这个941宗移动的 他说他就未买的应该 他就后卫买 他就问你前景和买卖价位的建议 谢谢Jason 中移动我觉得都OK的 差不多这些50元边的价位 可以初步买一点 因为中移动本身之前公布业绩 整体来说是对板 最重要是接下来有承诺的派息 甚至乎将派息比率会加到 接近七成那么高 所以如果以一个收息的角度 现在说的都百厘多了 如果你说未来真的将配优再提升 之前的大行计的数分分钟去到十厘 所以如果你以一个稳定的角度 收息的角度 不想承受太大波幅 中移动都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还有这个几个月 它的股价都跟整个市是回了下来 但是你说这一段去跌 又不是说自身的因素出现什么问题 所以都是一个挺好的机会去买 暂时就看下没有机会去到五十元以下 见到的话就可以去买一点 是 好啊